10月1号 港人发起没有国庆 只有国商大游行 数十万人上街 警方再度暴力镇压 一位中学生做胸中弹 数十人受伤送医 港家联主席冯宇来认为 香港白色恐怖升级 显示中共害怕手无寸铁的民众 而且有很多都是各个组织的核心 也有非常多的年轻的组织者 那么这个你可以看得到 他们是多么的心虚 这个政权它已经失去了合法性 也完全失去了理性 9月25号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委员会 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将很快交至参众两院全体会议省议 冯玉兰呼吁 加拿大应效仿美国 支持香港民主 我们也要求加拿大要设立一些有效的法例 能够对违反了人权的香港的官员和警察的高官 进行一个制裁 因为唯有一个有效制裁 才能够制止他们继续警察的暴力 继续是无理地去镇压 冯玉兰表示 希望民主之花 早一天在香港和大陆遍地开花 新唐记者 朱峰 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